這個Multi Action Supply Chain裡面的Inventory在管的時候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你只看自己這一階段 這一個公司裡面的Inventory 只要看到自己 可是如果它是一個供應鏈的話 你的東西最後是要賣出去的 如果你只看自己在那邊自己管賣自己的話 它其實不見得是最好的 因為你可能別人很多 然後我也好多 大家都好多 最後供應鏈上就好多 大家都就是全部都很多 就不是好適合 所以它告訴你說 如果你是在管一個Supply Chain的話 就是Multi Action的部分 Action就是層的一層 每一層叫一個Action 那所以你在看的時候 其實它的真正的Invent 其實只有最終復刻的那個東西 才是外部的在變化的 其他都是根據某種套位置去算出來的Invent 那它是告訴你說 你在如果在這種狀況下做的話 你不要去重複刻端之外的那些 都是在這一個供應鏈裡面的整個的 都叫Action的Invent 你要做決定的時候 要背上在供應鏈目前就有多少在裡面 這樣子去看 那這個裡面不管你是用 連續補貨偵測 或者是週期補貨偵測 都會有Order Up to Level 這些全部都是你要看的是在整個 已經訂出來的東西 它到底有多少 來決定要多少 所以在做決定的時候 如果可以的話 等於說感覺上會有個中央決策的系統 這個中央決策的系統 它不是只看一個State 它就看大家現在有多少 那這些東西 它在做的時候 你就是不是只看自己的 那不看自己的話 要看大家的 大家的要怎麼看呢 就是要看到你要在哪邊要放多少 譬如說你在Retairer那邊放比較多 就是賣場放比較多儲貨的話 那你上面在轉的儲貨就會比較少 然後你在自己的中央的倉庫裡面放比較多 那你的賣場就可以放比較少 它變成是一個策略性的產品 那以所謂的TOC有沒有 以魏老師的限制領域在講的時候 那要把儲貨關在哪裡家 放在第一 裡面有學過TOC的課嗎 有嗎 那TOC的課裡面有一個 跟也是整塊書裡面的 它的Distribution的一個管理 來存貨嘛 Value Chain 把它叫做Quality Chain 什麼之類 反正就是存貨的話在哪裡比較好 放在第一 你 離SWOCE比較近還是離CUSO比較近 離CUSO比較近 離CUSO比較近就是在店面嘛 那邊放比較多比較好 這樣你先放在 越上游 越接近MASHACHER的部分 CUSO 好 放在CUSO那邊嗎 放在上游那邊嗎 我一定要這樣問 不然就會覺得我偏哪邊打 放在中間 我們有偏嘛 偏上游或是偏下游 對不對 偏上游是偏下游 偏下游就是偏那個MASHACHER 偏下游 寸貨都要放 但泡那裡放比較多會比較好 限制理論的那個 限制理論裡面有在管 就怎麼可能 裡面路啊 有赤至管理啊 沒有放過嗎 有嗎 沒有的話 有北相有可 這時候再講你要把存貨畫在會幾地比較好 你先會幾地啊 你要先造一個點 那它是說你每一個小小的賣點 就是最接近顧客的點 然後你只要搞清楚 它要跟上一間要貨要多少時間 你只要放在零碳裡面還有很多貨就好了 不要放太多的都存在賣點 存在一個賣點兩個賣點三個賣點 每個都過一點點就夠好多點 所以你在顧客賣的那個點 你只要存零碳裡面會用到的存貨 然後你越往上拿貨就對了 每一階段都存必要的貨 然後你只要不夠的就往上搖 所以你的存貨存在院上有它的聚集 所以你把因為對的案就給起來了 那這樣子的話你的系統裡面的存貨就比較好 其實你真的講的方式是說 你要把它的變動變異化往上拿 那其實我們公益面上也是講這一次的事情 只是用的距離不一樣 它基本上就是我的 我要把因為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的話我把它放在 所謂合在一起就是把它啟動起來 所以才就是越往上就放最好 那到了最後的賣點 你要放什麼必要性的 或者是甚至你可以放展示品就好 那這個裡面我們就講到一些特略嘛 有的是有的店面它只放展示品 它就不可以再回家 你要回家它就直接送貨到家 那這個貨到底在哪裡 就是往上有提放 那放在不管是製作人類的 或者是它也能收的 或者是微號之類的 那這些東西它們都是相後的 所以在其實理論在講的時候 它也是這樣說 你能接上這種事情的存貨 或者是往上有的方法 那這邊也在講說你的 actual存貨也是這樣子 就是如果你要做相當性的調配 你要放在哪邊 那你當然越下油會越分散 越分散你每一個點這樣放 一點點加起來就會很會這樣 那告訴你說你要做的時候 做整個小派称的這個 inventory procedure 它是看著你的鏈 不是看單一階段這樣 好 那所以它就是 up street intervention carry inventory up street intervention allow for more deviation 就是你而且還會比較小 那另外的我們在供應業裡面 很重要的一塊就是說 現在都是搭配IT IT就是 什麼是Information Technology 欸 technology嗎 什麼是Information Technology 哪些是Information Technology 欸我們在公司裡面說 欸我們要把東西系統化是不是 系統化 我們用系統來之後它老闆都會這樣講 我們建的系統把它做起來 通常它指什麼 建資料庫 好 那是實作嘛 其實把它 我們把它用系統做起來 它指的是什麼系統 資料庫是一個Internet的方式 就是蓄體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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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其實基本上 老闆在講說 他把它系統化下來 就是做一個 電腦化的系統 IT做什麼 工作IT做什麼 欸我們這樣怎麼去生活啊 去實習啊 去工作啊 去找IT做系統起來 好棒 這地方是什麼意思 然後你把機會找老闆 什麼叫做 找IT做系統 我們從事都沒有 IT就是寫扣的人 做系統 就是電腦化下來 就是做一個東西 它可能是這種東西 用電腦把它記錄下來 是不是用好些設備把它記錄 那有的就是掃發扣啊 比較高級一點的RFID啊 或者是現在有什麼物聯網啊 你知道 它有Sensor去收集資料啊 然後東西 Sensor跟Sensor之間 互相會溝通啊 溝通之外 它收集資料就會有一個 電腦系統在後面 支持它 那些都叫做IT的系統 那這些IT的系統呢 基本上電子化下來之後 它就可以幫助你說 你會知道什麼東西在哪裡 那也就是說 你可以上系統就可以看到 你可以現在很多系統 或是手機上就可以看到 欸我在哪一個倉庫裡面 有什麼產品做到狗 這樣 那這些東西 就是它可以幫助你 知道你的存貨 你的存貨 你的存貨 你看得到在哪邊 然後你只要看到在哪邊 你就有辦法調配它 或者是做蒙索 可以寫住大家做Cordination 就是我要 就算要跟別人交換東西 我也要有資訊 我要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我才能跟別人交換 或是可以做這樣 那或者是像FID FID 就是東西不用掃扣 直接過去它就會知道 欸你們有去過迪卡農買東西嗎 有嗎 迪卡農的結像有沒有看過 他怎麼結 他是啥那個 他是把它放在一個車裡面 他不是 我們平常去 比如說加樂骨什麼 你要買的他不是就是 桌上有一個Ganner 就這樣繞回去嗎 迪卡農是放在一個 就抽屜 算是一個 箱子裡面把它丟進去 一直都在 就是一個丟了 他就找了一個 第二個 他不是需要去獎 蠻有趣的 你知道那幾個 不是用什麼的技術嗎 不知道 你知道 我覺得很奇怪 台灣真的那麼愛買東西嗎 我跑去巴德的 已經很空氣大大大 裡面有可以射箭 又可以玩球的 可以射箭 還有一個吸盤的箭 就可以拉弓 隨便你摺 射到完成 對 然後 然後 裡面它的結帳就是 它是有一個 一個 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 你看得到 根 它就把它放在一個箱子裡 就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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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叫我把麵要轉到哪裡去 所以還蠻真心的 可以幫我去看一下 他那樣子的做法就是結了很多結帳的時間 把一種東西就丟進去然後結帳就走了 他不用每次都要到這個barcode多少 還要再叫我們去查通 就這樣子的情況 那些都是所有 你自己有去結整件事件 那這個東西其實現在很多公司 這還有一種就是online跟online要合起來 現在加勒服也有做網路購入這樣 所以他現在標榜就是你在網路上買東西 你要送的話他好像當天就會送到你家 然後或者是你可以去他的店去出貨 現在大部分的賣購都會這樣自己 不管是台灣 台灣也有就是像波瑪或是美國的 用說我們打貨公司 很多都是做這樣的事情 就是說他們把online跟offline的存貨 通通集中在一起做 然後你可以在網路上訂購 你也可以在實體店面訂購 你在實體店邊買的你可以直接帶回家 或者是你可以叫他幫你送什麼東西 通常如果你自己去看加勒服 因為我家旁邊就加勒服 比較常看到 他就會有寫說如果他的那個feature商品 就是他的在DM上面的商品 如果你要去買但是沒有貨 他會幫你免費送到家 所以現在大家都在為了要搶 你已經去了你要買了 他一定很想辦法給你貨 所以他們就是用很多種方式去讓你可以拿到東西 那基本上就是我們學的這一種 就是他把貨可能放在別的地方 然後這邊沒貨我就從那邊調過來 那為了不要讓顧客等太久 所以我幫你送回家 你不用自己去 聽起來很好聽 其實就是為了要買這段時間 那這些東西就是你要在現代 現在我們為了要讓顧客的 shopping 的經驗變好 還有很多種做法 那這些做法都是慢慢的把它合在一起 以前就是online賣online的offline賣offline 就是店面有店面的存貨 然後網路上有網路的時候 他們是分開了兩個系統 可是這樣子你光是聽就覺得很奇怪對不對 你同樣的一家公司 網路商店還有食品店面的存貨 是不能相同的 那是以前的做法 現在都把它是合在一起 你從網路上看到的貨 他就一定有貨 就是在哪一個地方而已這樣 好 那為了要做到這樣 你叫調貨能力就要很豐富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這個 全部都電子化下來之後 你的數字就要跟實體的東西要對得起來 比如說我現在 假設我家很無聊 都會記錄我家有多少包未能 所以我現在看 我超酷一定還有十包 還有兩包還有一包 然後結果如果只剩一包樓下還有一包沒關係 那沒有完再去買好 結果最後那一包被某一個人不想問什麼 然後送到哪裡去了 那我怎麼辦 結果就給我認識 那個就是你的料帳不足 所以如果你全部都仰賴這個資訊系統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確定你的料跟帳 是合在一起的 就是它的錯誤率不能太高 甚至有人做過研究說他們有去看過一些所謂的 不過那是2008年還是有60年的研究 那是2010年之前的研究 他們去看所謂的大賣場 他們的存貨帳面上的跟實際上的差異 就是正確率有多少 他們發現有65%的店面都是錯的 就是你的帳面上有的實際上沒有 實際上是找到的 就是反正就是它是65%的店面是不對的 大概2008年左右 有一個很多的研究是這樣的 那當然它做美國的研究 那所以可以知道 你如果很仰賴IT去做 去幫你做決定 你就要確定IT裡面的數字是對 系統裡面的數字是對 那你只要做一些事情 你只要防止它不多 比如說你要 你如果是存貨這件事情的 庫房的控制 然後就要嚴格要求大家拿著什麼 那你只要確定這件事情 你就要讓它沒有刷 或是沒有記錄這種量 所以就要靠一些 譬如說我就不需要去刷 或者來刷 或者還要開什麼 我可能用BIG去遵守它 或者用其他的高級的技術 讓人家做這件事情 就不會卡到 因為很多東西 就是系統做得很好 都是人的問題 就是你輸入的數字 跟你真正是差很多的話 你最後做算結果就會 就會有問題 就被人家罵 然後大家都覺得 系統上的數字是不對的 它就會自己慢慢在問一下 一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結果就從來 好 好 那這邊 高主理說實際照在做的時候 建議啦 就是說你在管存貨的時候 在調配線上面 在做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要去搞清楚說 做你的需求的它的變化量是怎麼樣 然後可能做一些 Demulation 就是試高級的Demulation 就真正把系統做出來 在電腦上做出來 然後去run一些Demulator 那簡單一點的 Excel就可以做Demulation 然後換成更簡單一點就是 我就自己試很多不同的選項 看它結果會是多的 這種叫做Demulation 那你就可以去試試看 我不同的存貨的政策 我可以發生變得怎麼樣 然後再用一個小的環境來自驗 然後再去看這些事情 那這個就是在存貨管理的之後 這個作者建議大家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11張12張 然後關於存貨這個還有13張的內容 基本上它 我們其實講了11張12張13張之後 你就會發現其他的其他的章節 它很多講的東西在13張的東西都有講到 比如說要講什麼通門啊 怎麼做啊 association啊 還有什麼 aggregation 這些東西在很多其他的章節 它其實都有講到 那因為我們講的11 12 13還是得講一下 讓它變得比較完整一點 這裡面講的就是告訴你說 我既然知道存貨 我希望改變我的訂購行為 可以改變我的中心存貨 然後我把我的需求的變化 考慮進去 可以跟我的安全存貨的關係 那安全存貨量的多少 我最早會決定我的服務水準是多少 那如果說我想要一個激進的服務水準的話 我儘管就是我的 我到底最好服務水準應該把它設在哪裡 這個就是指在上 我們要告訴你的事情 其實它整個章節講半天呢 你們以前有學過一個東西叫爆童模式 有懂嗎 爆童模式在港 這個東西叫爆童模式 這個東西叫爆童模式 就是通常它是把它講成 自己我一個人要賣報紙 報紙 明天的報紙 昨天的報紙一定有人要賣嗎 除非它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所以它一定會過期 所以會過期的產品 然後咧 這個模式再講 你看 彈質會便利 因為會過期 對不對 所以 如果過期的產品就 完全沒用 會可以當貝子去買 對不對 它就會有著彈質 所以這個產品剩餘的價值是多少 那這個東西 你要先把它買下來 對不對 買會花裡面 然後呢 你要賣給別人 賣給別人 沒賺錢 所以呢 你要是 你想想看我現在在賣報紙 我要進多少份報紙 我今天才賣原料 你知道嗎 對不對 那 你有沒有一個最好的決定 說 我到底要進多少報紙 才能讓我所謂的期望利潤 對不對 你不是有學過嗎 有嗎 他要講一下 有講到彈質 然後有講到售價 對不對 還有什麼 買的成本 他們會決定什麼 利潤 利潤 對 好 那你訂太多會怎麼樣 賣不完 賣不完 賣不完的時候就會 賣不完 你賺錢 所以你會有一個成本 叫做 你買太多沒賣完的成本 對不對 你買太多之後沒有賣掉 它叫overstock 對不對 overstock的成本沒有 好 好 現在我們跟錢有關 我剛剛講的 一個是賣出去給別人的價錢 報紙一份 現在多少錢 十塊 好 然後你跟別人進報紙 都在邀錢 隨便說 隨便說 如果 昨天的報紙在今天 不是我 昨天報紙昨天沒賣掉 我要把它報廢掉 賣給貝殖 貝殖 然後 假設變成 兩塊 就我放了貝殖 隨便了 他說兩塊就兩塊 所以我現在有十塊 五塊 兩塊 對不對 十塊是我的 賣給別人的價錢 五塊是我跟別人買的價錢 兩塊是賣不掉 要把它報廢掉的 我還可以拿回來的錢 要彈直 好 那你買太多的成本是什麼 你買太多賣不掉 對你來說 你多一個 你會變成多少錢 多花得錢 兩塊 你花五塊去給別人買 然後你最後 你能回收成兩塊 所以就會有三塊的錢 是你 因為買太多 而花的錢 對不對 那如果你買太少了 今天發生一個超級大事情 有人從飛機上被拉下來 發了整片的圖文並茂的新聞 然後那個人 是一個很漂亮的小姐 然後是某個大明信 就是大家都會想要買 那你進的報紙不夠 那對你來說成本是多少 五塊 五塊是怎麼樣 就是你的售價跟你的成本之間的 你的利潤都沒有賺到 所以你under stocking的價錢 就是 就是 售價減掉你的成本 對不對 所以爆紙模式就是要做這兩個 你有一個 賣太多 花的錢 賣太多 賣太多 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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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能訂,當你要訂購它跟賣它中間,你只有一次訂購機會,這傳統的報紙,你就只能訂一次報紙。 我現在要賣今天的報紙,我在昨天的不知道幾點前,我就要下訂單了,訂單決定之後,我就不能再訂購,我也不能再下第二次訂購。 如果賣得太好,我不能下訂單,而且我買太多的話,也不能出門給別人。 所以這次報紙模式,它只有一次訂購機會。 然後如果它是缺貨了,就是你的報紙賣完了,也不能再後補給別人。 就是沒有bad log,沒有就沒有了,你就賺不到這個錢。 它的那個訂購,你的那個order就落了。 所以它有一些限制在裡面。 那其實我們這邊在講的,它就是說你在,你要調配的就是你的產品的服務水準。 那產品的服務水準會有bill rate跟customer service level兩個東西。 那這個我們前面有講過。 那所以你要看到,當你的存貨放比較多的時候,你的服務水準就比較高,但是你的錢就會放比較多。 所以你的服務水準會比較高,你的細胞水準會比較好。 然後你的rubbill rate會比較多錢。 但是會讓你畫比較多成本在裡面。 那這個裡面,你到底要放多少? 它是一個就是以看我期望的利潤來決定。 然後它會是一個策略性的決策。 然後到底要怎麼做?這樣子。 那這裡面呢,它的坦數裡面會講到就是我們剛剛講的overstocking,買太多而花的錢。 然後呢,understocking,就是我訂太少對我來說的產品。 然後呢,它有可能會說,它是一個季節性的會過期的產品。 然後你只要一次的訂購過期。 就是最殘酷的方法是告訴你的事情。 然後呢,它或者是說,它有,如果我們看它可以訂購一次,然後它有一個cognitive count,還有一個數量的code的情境。 然後或者是它是持續都有的點。 就是它可以有好多次訂購的機會。 它是持續的。 就continue stock item。 就是你要訂就可以啦。 它可以一直訂的。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如果說缺貨它會可以後補的狀況。 或者是呢,它不能後補的狀況。 比如說這個,我們的這一張,它有告訴你,有這麼多人工的信頼額了。 在那種情況下,你怎麼決定最好的屋子的規劃。 然後它就給你,前面給了你一個領贊性的最領贊的一個link。 這個link可以幫助你,不知道幫我們不知道在幹嘛。 基本上就是幫我們公司啦。 那這個是一家公司。 然後呢,反正這家公司呢,它會去預測它的需求。 通常我們在做需求預測的時候,比較簡單就是我就說,啊,這個下個月會賣五百個。 這樣子。 或是下個月會賣一千個。 那我只會給你一個單一數字。 這個就是給你一個拿一分,一個當分。 那可是如果比較進階一點東西,我除了估計平均值之外, 我還要估計它的變化量,標準。 所以這邊呢,它就告訴你的,它的需求的預測方式,它是就會有機率。 那它直接預測它的整個分布情況。 也就是說,它在賣的時候會賣四百個的機會是百分之一。 賣五百個機會是百分之二。 然後呢,賣一千一的機會是百分之二十。 然後賣到一千七的話是零點一。 這是它把它全部弄一個離站的機率,幫你預測出來。 那這根據它過去的經驗這樣。 那這個經驗,呃,告訴你,它就變成會有一個institution。 它是一個離站的institution,然後可以等一到一。 也就是說呢,它有百分之九十有機會會賣四十四百以上。 可以這樣講。 然後它的錢售價一百,跟別人買的價錢四十五。 如果賣出去殘值是不是四十,可以多多一點。 還不錯啊。 那它的需求,所謂的期望是多少,就是百分之二看起來。 裡面才知道它的機率能不能加加,就變一零二六。 所以它的需求的平均值是一零二六這樣。 那就期望值。 然後期望的profit,就要跟我訂購多少有關係。 假設我訂一千,百分之十六的機會會出現一千。 然後呢,有百分之四十九的機會呢,它會比一千還要少。 小於一千,也就是說我可以滿足它的累積紀錄多大。 那不管怎樣,反正就是我的期望的profit,如果我訂一千的話, 我就是當我的i是最小就是四。 然後它這邊把它分,最小就是四百,然後最大是一千七嘛。 然後它就四五六七八這樣子。 數次的話,然後這邊四到十這樣子。 因為它訂購一千個。 然後呢,整個去乘起來。 它的,如果它賣掉了,它就會得到賣出的價格, 減掉它的成本,就賺了錢。 如果它裡面是比一千還要少的,它就會有多東西出來。 多東西出來,它就會有一個財值。 然後呢,這兩個把它弄一下。 然後乘上,在四百的狀況下,它的基率是多少。 就是它的期望的利潤。 然後全部把它做出來之後。 那這個是超過一千之後,也就是說, 我只訂了一千,超過一千的需求,我非常滿足。 沒有辦法滿足的部分,我就會損失這麼多。 然後就把它做出來是四九九五十。 所以它的期望的利潤會是長得一樣,四九九五。 那它怎麼樣去導出這個所謂我們知道的報酬模式。 它就用這個方式告訴你們, 好,我現在先Baseline的一千。 基本款我訂一千。 它的期望報酬是四九九五。 那我如果是多訂一百, 比一千再多訂一百, 會有什麼狀況? 它就告訴你說, 比一千再多訂一百的話呢, 它就會每一個就是一千多萬再訂一百。 它的期望的報酬呢,會多二四四。 然後,那這邊就在看跟它發生的機會會有關係。 那比如說, 比一千一要小於它的需求會有零點五一個。 然後比它大於一千一的話, 會有零點四九的機會這樣子。 那它就根據每一個的多, 再多一百,一百,一百往上加, 然後它都幫你算出來。 期望的Beligate Cost, 然後最後對於Marginal Contribution, 對於Profit的邊際的貢獻。 所以它從一千變到一千一, 對於Marginal的貢獻可以多加二四四零零。 那到一千二呢,可以再多加一二四零。 到了一千三可以多加五百八。 可是呢,如果再加上去, 它會把這個前面有一次把它吃掉。 就會減掉二十,然後減掉就減掉。 所以以這個來看的話, 你會建議最好的訂購量會是多少? 一千三好。 就是它的真正的Profit。 就是原來一千的Profit。 再加上,多加了這個一百, 會有二四四零。 然後呢,再多加一千二, 這個一百會有一二四零。 然後再多加這個一千三的話, 會有五百八。 所以就會變成四一五百。 所以它的概念是告訴你說, 可以用這種方式來算。 那就是它會對於在網上訂購, 它會Profit會增加。 然後再訂太多,它會減少。 然後最好最好的就是我們的這個, 1160就是訂購一千三。 就是以禮站型的方式來做的話。 那概念就是你訂多或訂少, 它對於Profit會先上升, 然後後下降這樣。 然後就會有一個最好的點去看它。 那基本上就是要看你的這個需求, 它到底是什麼分別這樣。 我們在這邊的需求的分布, 是一個禮站型的分布。 然後呢,它就告訴你說, 它的依照我狀況來說, 我們剛剛算如果訂一千三的話, 它的real rate是0.99。 好,那把它變成, 如果連續型的, 就是我如果知道它的需求的幾率分配到什麼樣子, 我就是把你也統統出來。 我的overstocking的賣太多, 最後剩下來, 我的overstocking控制就是, 它剩下來的我成本價減掉殘值。 那如果我買太少, 就錯失掉這個機會的話, 就是售價減掉成本價, 我這個成本就不見很好。 那我的最好的service level是, 就把CSL再加上一個行星。 然後在這個狀況下呢, 定的最好的量就是, 我們就是交到order, 再加上一個行星, 就是這加值。 那基本上, 我多加任何一個東西, 會對我來說, 我的翻的分數就是不這樣。 就是CSL是我最好的服務水準。 然後呢, 一一減掉它, 就是我沒有辦法滿足的量。 那我沒有辦法滿足的量, 就是我的買太少了, 那對我來說, 成本就是P-D。 然後呢, 如果說, 另外一個方向, 我買, 就是HRL, 我如果是cost, 就是我買太多了, 就變成我會常常會在這邊。 然後就是我的rooster的底下, 那可能之前是直接C-E-D。 比如是離譜瓜, 是我們的P神秘技能, 一個打算, 兩位就會長這樣。 那如果根據剛剛的結果, 我希望編輯效益會最佳的 情況下, 基本上就是 我們這條線的最頂點, 其實這個就是尾風, 而是用去保存量。 那, 這邊看起來就是 appro Ivan公和com的兩個相等的話, 就會等到一個最佳系。 那这两个就是让这两个相等 那就是每桌定一个的话 其实改变量会长这样 如果我让这改变量等于0的话 我就会找到一个最佳的一个键 那你就可以跟这个这样带进去的话 它就会有一个就是像它这个的0 然后你把CSL提出来 然后是这边 然后它的系数最后可以整理成这个样子 那这个样子就可以改写成这个 就会是你熟悉的爆童模式的那个解 那这边因为这本书它是为MBA写的书 如果你申馆里面有学过爆童模式 你就会觉得很困惑 啊怎么会是这样解 对不对 因为我讲起来你觉得 我以前好像不是这样解的 以前都怎么解的 课本上我们第十三章 十三章的那个附录 它有解给你看 一 我们在学生馆 至少我在学生馆 我在学生馆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就是累一些用 它的期望另外又直接用一些文记分的方式 就是符号啦 告诉你它的解是怎么解的 这样子 那那个就是 它还是可以导出来 它的GSO最佳解是 这个图到这个 就是这个分母 就是这两个加加到分子上 就是3000 好 应该是在它的 它其实就是找出来它的profit function 然后对CSO取一阶尾分 然后等于 然后解出来的CSO就是增加一些 那反正如果你对这个 那它这个东西的解释方式 就是概念又是长得一样 就是它的螺旗接纸 然后它最上面最平的那一点 然后基本上就是多的跟少的 两个相抵消 那它等于我们的写率的一样 好 那那不管怎样啦 你前面这些都搞不出 对它们也兴趣的话 使用来说 这就是到头模式的解释 newsboy 就是newsboy 然后后来 因为大家美国人都不喜欢boy girl 那种系列歧视的字 所以变成newsbender model 那本来就是卖报纸的那个model 它的CSL就会长得一样 那这样子做完之后呢 你知道一个CSL最佳的服务水准 是用 就会有一个60% 70% 85% 你知道一个服务水准 你要知道它的需求的分布状况 你就可以回推我的订购量会是多少 那这边写的是说 假设你的需求是常态分布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一个公式去把它回推回来 我的order的订购量会是要多少 当你知道你的分布 你的需求的分布的平均数跟标准差 然后又要这样子的服务水的话 用这个凡事就可以算出来 它的最佳经购量是多少 这是基于如果它是常态分布的假设 就是你的需求如果是常态分布 我可以用这个方式做 如果你的需求是其他的分布 你就要用其他的几率分布函数去做它 那CSL是不变的 这个服务水准还是长这样 然后只是回推回去它的订购量是多少 会跟你的需求的分布会有关系 常态就是常态 其他的比如说漏洞或是其他的分布状况 就是用其他的分布来做 然后它其实就是把它回推回去 它的订购量是多少 基本的这个跟这个几率分布没有关系 最佳的服务水准跟需求的那个是哪一种分布是没有关系 都是一样的 可是要从服务水准推回去变成订购量的话 需要知道需求的原来的分布是长什么样子 就像我们刚刚的那个凌散型的分布开始 会有一个那样子的指导 然后如果你的它根据这样子 我们在申馆里面大概就是告诉你 你决定定购量是多少就好了 那在这里面它另外还有给你一个公式是说 你的期望的利润会是多少 期望利润 那我们在申馆里面学了之后 就像我们只有在前面做凌散型的 你算得出期望利润 可是如果它是连续钱的话你就很难算 因为它的工资蓝结包到很多 然后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课本你去站到后面 它有教你怎么样找出来这个期望利润 然后呢 假设它是常态分布的话 它会长什么样子 那这边是它 不见得是常态分布 只要它是一个某一种基率分布 它都可以找出来长这样 然后如果是常态就把它带常态 不是常态就带相对应的那个基率分布就可 所以它的这个解的里面 这个S是一个基率分布的一个表示 然后只是呢 它这个因为它有把它变成标准化过后 所以在这里面它其实就是专门理润在分布 你有兴趣的话看进行站到后面 它的简介给你看 那完全不需要贝 没有人在贝这种东西 然后你只要知道去哪里找出来 这样就好了 所以这个里面还有帮你做成Excel的工资 也如果你就是把它带换进去这样 你就可以算出来期望的力量是多少 有兴趣自己去导 没有兴趣的话你知道怎么用 就是把这个换成算得出来的东西 就是带来这个 那你P要再对的P S要再对的N 然后这个字 它的好 平均数然后这样这样 就是带进去 那这里面 看一下 那它除了有期望利润的算出来给你看 它还有期望会缺货缺多少 它也有把那个公司找给你看 那我们以使用角度来说的话 你只要找得到公司去把它带进去就好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要知道它的假设是什么 这里面你要带成这样子 你就要假设它需求是呈现常在分布 OK 而且呢 这个它能定一次 好 它有定太多 定太少 它有一个成分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然后再继续 再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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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继续